9月份買的 所以10月份就開始繳了 所以未來的路很漫長 一樓店面行情大約700萬元 房貸才剛繳半年 大樓就被震壞 現在又要修繕 住戶相當無奈 0403地震當下 懷疑了最高滑下 莲花大樓屋內梁柱出現力痕 玻璃瓷磚全碎一地 樓梯間的牆壁更是直接穿孔 莲花大樓目前所有的住戶 幾乎都已經撤出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牆面的狀況 已經是下起了瓷磚雨 牆面上都是坑坑巴巴的洞 23號余震過後 大樓外牆瓷磚再度剝落 就像下雨一樣 留下了滿地碎片 昨天住戶大都已經撤離 並沒有發生危險 只是大樓被列為黃丹 後續修繕費用 讓住戶相當頭痛 我光是瓷磚掉落 這個外觀 這個所謂的拉皮這件事情 我就很頭痛了 然後我再發現 我們頂樓也是裂的 然後水管也是爆的 還有消防也是壞的 對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錢從哪裡來 現在都不知道 主委表示已經完成 結構補牆簽約 扣掉政府的補助後 出戶下來 170位住戶 恐怕要再分攤 3000多萬元 也就是每戶要付 23萬到30萬 但很多人貸款都還沒繳完 還要再支付 這筆款項恐怕相當吃力 住戶就是去外面找房子 然後再反映回來給我的 就是說這個租金是被提高了 對 但是無奈 對 就是被迫接受 不只修山的錢要煩惱 有住戶到外面租房 還被刻意提高租金 從一萬多漲到兩萬多 地震發生後 住戶在大樓外 提上祝福的字條 期盼了早日回家 三天新聞綜合報告